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南市议员邱莉莉指出古迹巡礼观光人次虽然有成长 但却掩盖不了两地人次锐减的事实 记者来到实地刊访 发现市坎文化园区内副停车场最高只能容量80台车辆 而言评句王词却只有简易的聆听指示牌 事实上在这边交通停车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在假日我们只有一个市坎罗停车场 它的小客车只能停了80个位置 所以在小客车跟大客车同时要进来的时候 确实在假日造成很多的困扰 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在跟临近地区 有一些失联的停车场来合作 而且我们希望大客车我们来做一个服务 希望从市坎罗这边下车以后 引导到海岸路这边的大型停车场那边停放 然后一段时间再过来 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要入后 我们来做一些引导一些指导 我们从今年一到三月份来讲 国外旅客今年已经到九万多人 比去年同期七万多人增加一两万人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说 市坎罗这边这个古籍还是受大家的欢迎的 古籍营运科科长于积齐回应 观光人次会因为季节或是气候因素有不同变化 不过今年到三月的观光人次 确实比去年同期数字漂亮 并表示会对其交通问题和观光文宣宣导 再做进一步加强 记者王岐轩台那报道